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走入美国》节目 我是梓君 在我们的《走入西方文明》专题节目里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之心研究员 汉森教授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汉森教授和我们讲了美国的一些很有特色的理念 比如说美国保障民众拥有枪支的权利 美国重视宗教自由等等 汉森教授之前提过 美国的体制里面 比欧洲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宗教基础 在这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请汉森教授和我们讲一下 在美国见过的时候 立国宣言他们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或者对于神的信仰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汉森教授说 我们的立国宣言对于宗教信仰到底去到哪个程度 大家一直都有争认的 但多数人都认为 美国的立国宣言是自然神论者 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神的价值 可能他们其中有些人是虔诚的教徒 但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是虔诚的教徒 有很多是学者或者是科学家 他们都认为自然神论是很重要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他并不去教堂 也没有洗礼 平时也没有看圣经 但是他们看到那些去教堂 或者是读圣经 或者受写了的教徒 都是一些有道德 有价值的公民 这些人一般都会比较尊纪手法 或者以更正面积极的态度去生活 所以他们支持这些人的信仰 那是什么很多的 Founders 他们使用了神的语言 他们讲到教育的教育 但不全都不完全是 几乎或几乎靓靓 但他们也认为 那圣经是很重要的 不准使人 但为人们的颜色 所谓的教育 所谓的文章是 所谓的文章是 很多的立國先賢都是這樣的人 他們在說話的時候 經常會提到上帝神的指引 但是他們並不是所有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不過他們認同基督教的理念是有價值的 他們並沒有強制要大家去信教 而是提供了一個比較包容的國家基調 學森教授說 這個與古典學的政治和政府管理的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美國的立國先賢他們會說 我們是超越人類 我們的權力是神授予的 但是法國的革命就不是這種理念 法國的革命認為 權力是來自於更加高等的人類 或者是更加高級的邏輯 而不是來自於舊藥或者新藥裡面的上帝 學森教授說 在美國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會去慶祝基督教的節日 雖然有些人他們並不了解這些節日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但是他們並不反對上帝 他們不反對神 而有百分之十的人就經常去投訴 他們反對過聖誕節或者反對過復活節 畢竟他們都是極少數的人 漢森教授覺得 絕大多數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們都明白 基督教義對於美國人的生活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那關於宗教對於社會的積極作用這一點 在古典學裡面有沒有什麼典故呢? 漢森教授說 據他所知 在古典學的著作裡面 至少有兩方面的參考文獻 有一方面是說 在耶穌的時代 羅馬人會將他看成是一個造反的人 然後在耶穌之後的一兩百年的期間 有一批人就不斷地壯大 他們沒有去崇拜皇帝 他們的著裝也不是太講究 他們不在乎人是哪個種族的 也都會為窮人說話 大約在公元300年左右的時候 這一種勢力就越來越強大 很快就發展到去羅馬那裡 而且他們開始改變政府 比如說有些地方官員 將教堂就改成了政府大樓 在埃及和西班牙都發生了這種 轉向基督教的變化 最後到了羅馬帝國皇帝康斯坦丁大帝的時候 整個的羅馬體制就改成了基督教 康斯坦丁大帝是306年到337年在位的 他是第一個信仰基督宗教的羅馬皇帝 在313年的時候 他與李錫利共同頒布了米蘭詔書 承認在帝國境內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所以後來我們看到的主教的穿著打扮 也都是來自於羅馬的 當你說的名字 那是俄羅馬帝康斯坦丁大帝 那是俄羅馬帝康斯坦丁大帝康斯坦丁大帝康斯坦丁 他以為科學在 comp.com是羅馬帝康斯坦丁大帝 詹斯坦丁大帝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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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 漢森教授提到Basilica這個詞 他指的是羅馬市政廳 這個詞是一個希臘語 他的意思就是教堂 所以說我們事政廳的結構 也來源於古羅馬 而整個古典哲學的中心 包括營業上學、政府學和音樂相關的問題 都是由當時比較重要的基督學或者神學的學者 好像特土浪、耶游米等等 他們都是古代西方教會裡面非常有學問的學者 這些學者他們開始將古典學的歸納法、查詢和科學的概念 運用來解釋聖經 去回答一些沒有寫在福音書裡面的問題 這些問題就包括了耶穌是何時死的 為何祂會死 祂去了哪裡 還有如果父母是基督徒 但是在自己過生之前沒有洗禮會怎樣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做得不太好 但是又沒有懺悔 死了會不會去地獄 有沒有煉獄 有沒有冷供等等的這些問題 這些基督教的神學家 他們都去嘗試進行解答 而所有這些這麼細節的問題 對於宗教的教堂來說 都是非常常見的 宗教的教堂 就依賴古典哲學家和學者 用他們的智慧來回答這些新的問題 慢慢地這些學者就建立了基督教堂的正統禮儀 他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並沒有用到原來的阿拉姆語 阿拉姆語到現在已經有三千年的歷史了 他們也沒有用到古代的希伯來語 這些學者他們在基督教堂裡所寫的文字 大部分都是使用了希臘語和拉丁語 因為他們希望所有的人都看得明白 漢森教授說過 美國的立國思想很多都是來自古希臘和羅馬 美國的立國先言他們也吸收了這些宗教的基礎 在美國憲法是保障宗教自由的 那麼立國先言他們當初是怎麼會想到這一點呢? 漢森教授說 這一點說起來就有點神奇了 立國先言他們大多數都是來自於當時的英格蘭 基本上他們在美國東岸的一小塊地方 雖然說美國的東岸其實是包括了加拿大 因為當時的美國和加拿大是沒有邊界的 也就是從喬治亞州的北部一直向上去到紐芬蘭這個地方 就是大部分英格蘭的移民來到北美之後聚居的地方 但是英格蘭這個國家 它本身和西班牙或者其他國家都有些不同 那到底是有什麼不同呢? 假的比方 在拉丁美洲南美墨西哥 除非你自己本身是來自西班牙帝國的人 或者你是天主教的教徒 才可以進入那個地方 而其他人是不允許移民去那裡的 但英格蘭就不同了 它跟人說 你們都可以去北美那邊 你們可以是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徒 可以是歐洲人 你們不一定要是英格蘭人 也可以是蘇格蘭人或者外爾蘭人 誰都可以過去 所以當他們的建立 在200年代 這個文化 他們歸國人 歸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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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生而平等這句話 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得出 那些創建了這部美國憲法的立國先言 他們非常明白 美國不會一直由同一種人來掌控政府 也就是說美國不會一直由那些蘇格蘭人 或者外爾蘭裔的白種男性來掌權 當然有人可以試下這樣做 但是在世界上 就只有美國的這部憲法 上面是白紙哈字寫明 人人生而平等 隨著美國不斷地發展成長 從世界上的各個地方來了不同的人 他們來到美國之後 很快就知道 通過合法的規法就可以成為美國人 這是美國夢的一部分 最主要的國家主要是白紙哈字寫明 而每個群體和原本的群體的群體 都遭遇了問題 所以當中央英國人來 或中央英國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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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森教授说 我们现在回头 可以说当时做得并不是那么完美 有些事做得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 就好像大家在那里起一个着巢 每一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羽毛 将这个国家搭建起身 而那个时候 美国的主要人口 是男性白人的新教徒 这样的话 每一个跟男性白人新教徒 不同的团体 都可能会感到不满 比如说爱尔兰的天主教徒 意大利欧洲南部人 后来解放的黑奴 以及来自南美和亚洲的移民 所以慢慢地就出现了所谓的歧视问题 但是我们看回当时已经在美国定居的人 他们是属于大多数的 对于这些新来的人 他们很自然就会觉得 新来的人不应该拥有 跟我一样的权利 或者他会说 为什么你要来我们国家呢 这一种是一种人性的自然反应 在美国 有立法 宪法 联邦党的文集 和法庭的法律 来规范大家的行为 但是这个 和人的自然特性 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 美国是一个 好像大熊路 这样的国家 但是很多人经常会 忘记了美国的特点 他们就会说 你们不是有权利法案吗 不是有宪法吗 但是在1860年的时候 某些人就会有歧视和偏见了 河森教授他认为 这些是一些误拘来的 因为我们是面对着人的自然特性 在做着 如果我们今天去到非洲 或者亚洲 或者拉丁美洲 也都会感受到 那种因为族裔不同 而产生的 暴落歧视和压力 但是 只有美国这个国家 他们是试图去面对 和处理这种情况 在很多时候 其实是做得非常之成功的 但是要做到完美的话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听了汉森教授的解释 我们就知道了 美国的立国先言 他们对于宗教 或者是对于神的信仰 是抱有一种非常之肯定的态度 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也都非常之重视 宗教信仰的自由 但是随着不同的人 来到美国之后 这种宗教信仰自由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请汉森教授 继续和我们分享 好了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我是梓君 我们下期再见